韩国偶像明星Rain将于本月入伍伏兵役的消息 在全世界的粉丝群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尽管大家是那么的不舍 不过双方还是明白早去早回的道理 所以Rain在即将离开粉丝们两年的告别演唱会上 以招牌时的活泼热舞与歌迷们见面 Rain迷们也迎来了欢送自己偶像区伏兵役的大日子 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Rain以其华美的表演风格和高超的舞蹈实力 不仅在韩国 更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忠实的粉丝 Rain不仅是位优秀的歌手 还出演过影视剧 从而晋升为演员 他在主演好莱坞大片《人者刺客》之后 更一举成为世界级明星 身为韩国男子 参军无可避免 Rain的韩国巡演从8月份开始后不久 他的入伍日期就确定下来了 因此24日Rain在首尔举办的演出 成为具有意义的告别演出 因为将有段时日见不到他 韩国和全世界的众多粉丝 都赶来观看演出 Rain fighting Rain曾答应 唯一不舍的粉丝们献上最棒的演出 在演唱会中 他的精彩表演 俘获了所有人的心 演出以他擅长的热歌劲舞开场 万民观众齐声欢呼 巨大的演出现场一片沸腾 Rain fighting 受шей tua 想要罪名 数 fajign 的被拍 бер了 のは人生的宣传 是 一刻 心痛 一刻 一刻 心痛 一刻 是 散 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 Rain将为国防尽义务 希望他能如大家所愿 带着席卷韩国及世界的 劲爆舞蹈和高超演技 早日回归舞台 于凤春 女43岁 黑龙江省双亚山市法轮功学员 原来患有肝腹水 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 身体健康 由于坚持修炼 1999年7月以来被五次非法绑架关押 2007年8月31日 双亚山市公安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等一行四人 又闯入于凤春家 非法抄家 抢走私人物品 并对其进行恐吓威胁 长期的精神和肉体迫害 导致于凤春健康恶化 于2007年12月27日被迫害致死 录向为生前自述 我由于身体不好 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体健康 在99年720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 我进行正式大法 称六次被非法关押 劳动教养一年 六次被非法绑架 劳动教养一年 被领动公安分局勒索三千元钱 被非法关押期间 称招到电机电棍 粗暴殴大 野蛮灌尸 每一次绑架和骚扰 都加剧对我身心的迫害 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也给家人相应带来了恐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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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